岛内舆论注意到 民进党当局目前正在为年底先市长选举紧密布局 林志坚作为蔡英文的心腹 被独排众议征兆 代表民进党参选桃源市长 没想到逃跑的争议还没停 有见面被爆两篇论文涉嫌抄袭 可能重创民进党选情 但民进党则举全党之力硬钢护短 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周三声称 他本人当初就是选举抹黑的受害者 呼吁健康的选举文化 蔡英文周四也出手背书 在林志坚脸书写下志坚辛苦了 92字留言表态相挺 实际上蔡英文自己也深陷伦敦政经学院的论文门困扰多时 一直追查蔡英文论文门事件的旅美学者林环强 周五在网页中表示 蔡英文与林志坚齐聚论文门相挺打气 这是贾博士力挺论文抄袭市长的戏码 中国国民党籍民代赖世宝的揶鱼 小英男孩林志坚和蔡英文一样 两人是论文门联盟的盟友 所以蔡英文现在有苦难言 不但不能骂林志坚 否则就会骂到自己 而且打死都要力挺林志坚到底 才会喊出志坚辛苦了 国民党方面还表示 蔡英文与民进党应将争议案件主动移交学术部门或司法机关公正调查 这才是还原事实真相的根本 而蔡英文却一味护短 甚至意图以为了选举任意抹黑来转移话题 国民党认为 面对质疑 民进党应做坦诚的交代 切勿为了掩饰过错 应拗强辩一错再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